海哥不要把虾介绍给小葵 这句话在海哥和虾那个视频下方 留言最多那么小葵到底 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女人了 今天就给大家聊一下一个话题 目前海哥为了小葵相亲也是绞尽脑汁 为小葵找一个合适的对象 第一个冬儿就算没有这些事情发生 冬儿也不适合小葵因为有两个儿子是累赘 第二个香港富婆也不合适年龄太大不说 都当奶奶的人了 更不能为小葵传宗接代 第三个这个仙也是有两个孩子 一年还要拿出抚养费给前夫 而且假如和小葵成了以后 不能全部心思投入到小葵家里 其实小葵适合找一个像 离二哥的老婆小沈那样的女人 年龄不能比小葵大 假如二婚带孩子最好是有一个女儿 或者没有孩子 就算有也要和前夫之间 没有一些纠纷的女人 小葵这个人没有主见 可以说目前只要是个女人 她都愿意 但是过日子不是意识冲动 毕竟自己年龄也不小嘛 如果找到一个事情太多的女人 对以后的生活也不顺畅 提醒小葵最好是公布一下 你的择偶标准 免得啥样的都来找你 最后都成不了耽误事 对此大家有什么看法 特别的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